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rdia 今天我們一起翻新一部二手機 同時試一下全新168元 一套三個RGB風扇 以及一個160元的機箱 究竟會不會中伏呢 今天這條影片是發生在一兩個月之前 那時候我就用2000元收了一部二手機 裡面就有i57500 四核四線 有16GB RAM 還有一張華碩RG Strix的GTX1050Ti 還有240GB SanDisk的SSD 1TB Hard Drive 還有一個450W的Antec同排火牛 還要連著Windows 10 這個價錢和這個配置 作為一部入門初階的打機電腦 其實真的很不錯 不過這部電腦真的超級多層 於是我就決定將它清理一下 翻新了它然後轉讓給朋友 在清掉這層之後 我就150元買了那個機箱 還有用750元賣了一張RG Strix的GTX1050Ti 然後我就用700元賣了一張MSI的AERO ITX GTX1060 6GB的3RAM的顯示卡 回來代替的 然後呢我去深水埗行新高燈的時候 看到有一套三個的168元的RGB風扇 還可以用遙控控制 還有這個160元的銀牌鑽石型機箱 加起來都不用330元 所以我就馬上買回來和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這麼便宜會不會中伏 首先我們有Intel Core i5-75000 是一張Gigabyte B250M Gaming主機板 然後有16GB的DDR4 2400MHz 然後是MSI的GTX1060 6GB 3RAM 是一張很不錯的二手顯示卡 然後有240GB的Sandisk SSD 還有1TB的Hard Drive Antec的450W同排火牛 還有我自己的一個Deepcool風冷散熱器 有RGB風扇 還有上面都是有RGB的 然後就是我們這次的主角 就是First Player的Firebase RGB風扇 1Z3個168元 那拿些風扇出來看 都是Standard的120mm x 25mm的風扇 有白色的線葉 還有LED燈在外圍的 那就是用一個Controller 去插好所有風扇 一個可以插到6個風扇 然後是用Molex Power的 那就跟著一個無線的遙控器 用來轉換模式 那規格方面 這些風扇都是Standard的 120mm x 25mm厚的風扇 它最高的轉速可以去到1200rpm 那它最高的氣流 就是每分鐘45.7平方尺 看起來是不錯的 但是它是一個DC Power的風扇 所以不是PWM 沒有得控制轉速的 跟著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型派的 160元ATX機箱 那它的前板是鑽石形狀的 側板就是用膠做的 而入面的銅柱已經上好了 空間都是充足 還有應有的走線位都有的 下面有一個蓋蓋蓋住火牛 也都方便藏線 打開另一邊側板之後 看到里線的空間都充足的 另外可以放多兩隻SSD 而Front Panel的線是黑色的 下面可以放多一隻Hard Disk 還有充足的空間藏線 Front I.O 方面有電源鍵 有Reset鍵 兩個USB 2.0 一個USB 3.0 還有耳機和麥克風 一隻Hard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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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Disk 開放 好 我們就全ласт公共裝塑造完 Once again 先教一下我對這個機箱及風扇有什麼感受 首先這三個風扇是$168 全與擂持的控制器材跟操作 大家都看到有色彩規模式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而且它的 RGB 是非常之光的 而氣流方面它也真的不差 它不是那些 好像那些真的只有擺自的發光風扇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些 不是需要散熱功能很強的硬件的話 那是絕對足夠的 這三個風扇 唯一的壞處就是它是 DC Power 而不是 PWM 所以你就不可以用你的 motherboard 去控制它們的轉速 不過168元來說我覺得算是OK的了 那機箱來說呢 這個機箱只是160元 它裡面的設計其實是令我非常之意外的 首先它後面鋰線的位置 有至少一吋的空間給你鋰線 它最重要就是有這個蓋蓋著這個電源 那因為有這個蓋的原因 你就可以很輕易地把線塞在這個蓋下面 那你前面就不會看到那些線了 這個特點在很多大牌子 四五百元的機箱都未必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以160元來說 它可以做到這個東西下面是非常之意外的 那說一下它的前面 它前面有這個鑽石型 大家看到它因為有這個鑽石型的Cutout 光在前面看會折射得漂亮很多的 而這個機箱的壞處就是它前面和它的側板 都是阿加膠來的 阿加膠始終都是比玻璃更容易刮花的 這部機箱總共我用了2130元 那裡面有七代的i5 差不多相當於i3-9100F 有16GB的DDR4 2400MHz的RAM 還有一張GTX1060 6GB的3RAM 那這個配置不是很高級 但是對於大部分的射擊遊戲 低設定下要穩定有60fps 在市場也都應該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以2000元左右來說我是非常之滿意的 還要有這麼多RGB的光污染 不過很可惜這部機器很快 我已經轉讓了給朋友 所以就沒辦法去做一些測試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都想便宜點整理自己的電腦的話 都不妨去新高登2樓的店舖看看 那些他們賣的RGB風扇 那不是賣廣告 所以我就不特別出店舖名了 那希望這些資訊對大家有用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請你給個like我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之後出的影片了 你還可以follow我的IG TekicadiaH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